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且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通常中文中讲的那个实习应该叫做in-time 也就是指in-timeship 就是这个意思 主要是为了求职 为了找到一个好工作 而收集一些岗位的一些信息 培养一些自己的能力 像这样一个意思 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里边 在工作岗位现场获得一些实际的体验 获得一些信息 那么看上就职之后 自己将处于怎样的环境 是这样一个目的 叫做in-timeship 主要是为了考虑到自己的这个信路 一个出路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讲 原地企业でのinternship を体験する 体验当地企业的实习 internship を実施したことによって 若手人材の確保に成功した企业 通过这个开展实习组织 学生来实习 来确保挖到一些 或者获取一些 比较年轻的人才 像这样一些企业 再比如说 私は来月からインターンとして この病院 この会社で働きます 或者勤務する 像这些就是为了毕业前找到一个好工作 而事先做了一个准备 这个叫做internship 那么自修这个词呢 有的时候可以混用 有的时候还要加以区别使用 下一个词 画家 这个词叫学科 中文是一样的 学科 比如说 経営を専攻する学科 专攻 经营方面的学科 主要是以经营学为专业的这样的学科 歴史学科に留学した 进入了历史系 農業に関する学科 那 关于农业的相关学科 国際関係学科は毎年学生の数が増えている 国际相关的那些学科 每年的学生数量在增加 比如说 我们讲 什么什么大学 外国語学部 日本語学科 它的关系是 首先大学 然后学部 然后学科 一层 包含一层 某某大学 外国語学院的日语系 这个系就是 某一个学科 下一个词 面试 这个词叫面试 通常做名词 也可以做自动词 比如说 一级面试 二级面试 三级面试 通常 三级面试就是叫最終面试 一面 二面 三面 面试官 面试的考官 面试解除 面试的会场 面试现场 面试を受ける 接受面试 面试で自分をappealする 在面试当中宣传自己 展示自己 或者叫推上自己 我通过了面试 面试に落ちました 面试没有合格 面试に行くとき 履歴証を持って行く 去面试的时候 带上简历 履歴証 下一个词 大台 这个也是名词或者做自动词 来表示 应酬接待 主要是表示对客人 对客户的一种接待 比如说 客の大台で忙しい 我忙于接待客户 丁面で迅速な大台 又有礼貌的 同时又非常迅速的回复 偉そうで乱暴な大台 感觉非常高的 这种态度非常粗暴的 一种对客人的接待方式 彼女は電話の大台が上手的 他非常擅长于这种电话的接待 在電話中对客户非常有礼貌 この顾客のクレームにどう応対したらいいのか 对于客户的一种投诉 我们该怎么应对比较好呢 私は彼らに不親切な態度で 大台されました 用被动句也可以 我被他们 有一种非常不亲切的 不热心的态度接待了 公司或者那家店 这种接待客户的态度非常不好 这个叫应对 那么反过来也可以说 叫对应 这个主要是表示 对于来访的这个对象 对于对方的这个人 给出一种回答 对于客户比较多 而这个主要是表示 处在一种什么样的一种事情 一种状况下 采取怎样的行动 怎样去处置这个事情 比较多用于这种 紧急事态下 一种处置 这个叫タイオ 比如说 この人はおがいがい 是指这个人 他的态度 用词 措辞都非常的好 很会去接待客人 很灵活 而说这个人 この人はタイオがい 就是指这个人 在具体的情况下 非常会采取 具体的相应的对策 能够很好的去解决这个问题 就叫タイオがい 主要是这样一个区别 这个タイオ这个词 我们看几个 こちらの要求にまともに対応した 他非常认真的回应了我们的要求 我们提出什么 他就马上提出什么解决方案 来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应对我们这个问题 新しい時代への対応 危機への対応 変動への対応が早い 他对于新事物的一种回应 对于危机的一种处置 对于变化的一种回应 非常的迅速 就表示一种处置 一种回应 他主要策定に强调人的一种行动力 比如说 事故後の政府の遅すぎるタイオが 被害の深刻感を広げています 事故发生之后 政府过于缓慢的 过于持任的 对应方式 扩大了损失 像这样一个字下 我们不能用这个大台 必须用タイオ 下一个字 社内社内 社外社内 公司外和公司内的意思 比如说 資料を社内に持ち出す 把資料带出公司 带到社外 社内検訊 走出公司去外部 进行培训进修 企業の内線を 社内社内を 通わず利用可能とする方法 把企业的内线电话 使得他能够 不论打给公司内 或者打给公司外 都能够可以使用这样的方法 社内社内 公司内公司外 通常是指公司这个意思 那么社内 比如说我们看几个 社内法 という会社内で 発行される 観光物 社内报 像一种 在公司内发行的一种刊物 社内電話 公司的内线电话 社内検訊 公司内部培训进修 社内食堂 公司内的食堂 社内恋爱 公司内的员工和员工之间的恋爱 社員のやる気と結束を高める社内行事 为了能够提高社员干净和团结力的社内活动 社内でしか通用しないカード 只有在公司内才能够通用的这样卡片 公司内使用的卡片 社内 再往下 下面一个词 形象 这个词叫禁称 跟中国词一样的禁称 也就是说 男性的名字前面加上一个Mr.这样的禁称 市長 市長 どんな形象 で呼ぶべきですか 这个市長呢 我们应该以怎样的禁称来称呼他 武器社会の中で 宿に対する形象は 殿 殿様が主流である 在武士社会里面 对于主公的禁称 比较多通常是用殿 和殿様 这个时候就是 敬称这个词表示禁称 下一个词 基本的 形容动词表示 基本性的 相当于是指最小限度 最低限度的 最根本的 或者最典型的 这些意思都可以有 最小限 最低限 根本的 典型的 比如说 基本的方针 基本的方针 基本的給料 或者简称基本工资 基本的意味が変わらない 基本意思不变 最根本的意思不变 最も基本的使用 作为最为典型的 一种使用的例子 基本的な動作を 早く身につけたい 我非常想尽早的 把那些最基本的 动作掌握 比如说建造 对 这样一些最基本的 动作给它掌握 表示一种最低限度的 这样一些都可以有 另外的话呢 这个词也表示 ほぼ这个意思 就是指全体的 基本的に言えば大体 总体上来说 基本上怎么怎么 也可以叫基本的 比如说 私は基本的に真面目です 我总的来说 还是比较认真的 特例を除いて 除了个别情况下的例外 我总的来说 比较认真 性格比较认真 基本的には使用できません 总体上说 是不能使用的 总的来讲 基本上是不能使用 相当于ほぼ的意思 私はあなたの考え方に 基本的に同意します 我对于你的想法呢 总体上说 还是同意的 就是表示 大体上这个意思 也可以用基本的 再一个词 副詞 名词 或者他宗词 而表示 複数 比如说 ステージに出る前 一度自分のセリフを 複数しました 走上舞台之前 我把自己的台词 又複数了一遍 これらの文を 私の後について 複数しなさい 把这些句子 跟着我的后面 把它複数一遍 请把它複数一下 お客様の注文を複数する 把客人的点单 客人点的东西 再重新複数一遍 客人点的东西 再複数一遍 その文を何度も複数して覚えました 把那个句子複数很多遍 然后把它記住 就表示複数です 做他宗词 下一个词 確認 也是名词和他宗词 表示确认 就是证实什么什么东西 比如说 どこで間違いが出たのか 確認します 確認一下何出现的错误 前面可以用一个疑问短句 来做宗语 どこで間違いが出たのかを確認します 必要なものは全部買ったかどうか確認しなさい 請你確認一下 需要的必要的东西是不是都買齐了 左右を確認してから道を渡る 確認好左右之后 然后再過馬路 それは事実であることが確認されました 那個事情是一個事實 这一点已經被確認了 その男の身元を確認するものは何もなかった 沒有任何東西可以確認該男子的身份 そのことについては現在関係者に確認中です 關於這件事情 現在正在和相關人員做以確認 就是可以用確認中 正在與他們做以證實 做以確認 相當於是指確かめる 這個意思 再一個詞 ヨウケン 這個詞名詞 表示應該辦的事情 事情的內容 就是指 ヨウケン這個詞是一個比較正式的詞 相當於普通的詞就是ヨウジ 有什麼事情要辦 ヨウジ 要件の発言を證實一下 比如說 ご要件は何ですか 你有什麼事情 找我什麼事情 何か要件がありましたら こちらまでメールをください 如果你有什麼事情的話 請發郵件到我這裡來 私たちは柿の要件で あなたに会いたいと考えています 我們以下這些事情 因為以下這些要辦的事情 所以上給你見一面 ヨウケンを文章ではなく 人の口を通して言い伝える 主要的這些事情 不通過書面 而通過人的口頭 來傳達ヨウケン 就是表示ヨウジ 事情的意思 ヨウケン還有一個漢字 寫要件 可以寫的是用件 也可以寫要件 寫要件 寫要件意思是不一樣的 表示的是必須要件 必須達到的這個條件 必要條件 比如說 あなたは卒業の要件を満たしていない 你還沒有達到 不能滿足 畢業所必須要求的一些條件 必須有的不能少的條件 要件を書く場合に 協定自体が無効ということになる 如果缺乏了必須要有的這個要件 我們正常要件 缺乏要件的情況下 這個協議就是無效的 一定の要件が整えば 農地の売買は可能です 只要符合了 滿足了一定的要件的話 土地的買賣也是可以的 表示這個必須條件 這個時候寫這個要件 寫用件就是表示ヨウジ 有什麼事情要做的意思 開個詞 ナザシ 這是一個名詞 ナザシ 表示指名 指名的意思 比如說 ナザシで人を呼ぶ 指名道姓的方式 來稱呼他人 用名字稱呼他人 彼は私をナザシで非難しました 他点名道姓的批評了我 用指名的方式批評了我 総理の批評を ナザシで行いました 對於總理的批評 以指名道姓的方式 ナザシで私の大題に対するクレームが来ました 客戶來的 指名道姓針對我的 對我的接待他的方式不好的投訴 對我的投訴而來 ナザシで 以指名道姓的方式 來投訴我 就是指私の名を指して 指出我的名字 指出我的名字 指出我的名字來投訴我 這個意思 名詞叫ナザシ 下一個詞 スワル 這個詞叫做 我們早就學過這個詞了 不多講了 漫天人民 接待 就是我們看一下 接待 叫做接待 或者招待 名詞或者他動詞用 首先看他動詞 比如說 お茶を立てて訪問客を接待する 泡一杯茶 然後來招待來訪的客人 死者を接待する料理 招待使者 招待使節的料理 自分が訪問した時に 相手に接待されたことに対するお礼 自己去那裡訪問的時候 受到對方的接待 被對方接待 對此抱一種感謝 彼はよく気が利くので 気難しいお客の世代を頼むことにしている 他非常的知り 頭腦轉得很快 頭腦會靈活辦事情 所以說 對於那些非常難搞的 難以對待的這樣的客人的接待 通常就拜託他來做 今夜は得意先の世代なので お酒を飲まざるを得ない 今天晚上要招待我們的老客戶 老顧客 所以說免不了要喝酒 会社の膨大な接待費 公司非常龐大的接待費 接待役を務める 我來擔任接待的職務 我來負責接待客人 這樣一些 負責招待的職務 休日の接待は労働時間にあたる 休息日裡邊 還要去公司接待客戶 也算作勞動時間 可以被認為是勞動時間 休息日的接待 就是表示對客戶的招待 通常有這個意思 下一個字 ジム ジム 做名詞表示事務 比如說 会社でジムの仕事をどうする 在公司裡邊 我做的是這種事務 打雜的這種事務的工作 ジムを処理する 處理事務 ジムを担当する 擔任某項事務員的工作 做的是事務員 ジムを取る 要是做某件事務 ジムを扱う 這幾個動詞都可以用 都是表示處理事務 擔任事務 解決事務的意思 彼はジムの取扱い方が上手的 他很會處理這些日常性的事務 ジムの取扱い方 處理事務的方法 彼は一階のジムにすぎません 他只不過是一介小小的事務員 一階表示 不起眼的地位不高的 他只不過是一介小小的事務員而已 好 下一個詞 スグレル 這個詞叫優秀的 看中文的意思的話 應該是一個形容詞或者形容動詞 但是在日文里邊 スグレル是一個動詞 它是一個沒有動作性的 單純表達狀態的自動詞 スグレル 比如說 スグレルは彼よりスグレたものはいない 當他作為定語修飾名詞時候 比較多用過去式 因為他是一個狀態 在數學當中 沒有人比他更加優秀 比他更加優秀的人 スグレたもの 這樣的人是沒有的 彼は語学力にスグレている 通常可以搭配各種詞に 他在外語學習的能力上 比較優秀 語学力にスグレている この上なくスグレた作品 無比優秀的作品 沒有超越之上的 無比優秀的作品 これは小型でも性能はスグレている 即便型號非常小的 但他的性能也非常優越 就是說做這個位語的話 通常會用ている スグレている スグレル 除了表示優秀 還可以表示理想的 一種非常好的 良好的狀態 但常用スグレない 的形式來表示狀態 狀況不好 不理想 疲劳が溜まって なんだか気分がスグレない 疲劳非常的堆積累積 以至於感覺這個身體 不是很舒服 気分がスグレない 就是指的健康がスグレない 或者体調がスグレない 身體不是很舒服 姉は出産した後 身体がスグレない と言っています 姉姊說他生完孩子之後 身體就一直不是那麼好 この一週間 天気がスグレないんです 這一週以來 天氣都不是那麼的好 像這個スグレル 除了表示優秀 還可以表示理想的 一種非常好的 良好的狀態 那麼另外在日語里面 表達優秀的話 當然還有一個形容動詞 就叫優秀 是一個漢語詞 優秀 比如說優秀な技術者 優秀的技術者 優秀な作品 彼女は歴史で優秀な成績を上げました 他在歷史學科上取得六億的成績 彼は各科目に優秀である 他對於各門學科來說都非常的優秀 可以用個二 一樣可以用二 那麼跟這個スグレル意思是一樣的 只不過スグレル是自動詞 而優秀是形容動詞 大家 練習の時間 ちょっと練習しよう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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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唱歌的歌声一直持续到深夜都还能听得见 这就是表示不断的 不断能听见一直到深夜为止 持续不断的一直连续工作十个小时 三回引き続き欠席です 连续三次缺席 三週間も引き続き雨が降っている 连续三个礼拜这么长时间一直在下雨 展覧会は今月末まで引き続き開催中です 展覧会一直在举行 一直持续到本月末为止 就表示 他这个词就是 这个副词的一种书面语化的词 叫引き続き 还有呢就是表示 什么什么之后 进而继续怎么怎么的意思 比如说 公演の後 引き続き 質疑応答に移りました 在这个人发表了演讲演说之后呢 进而接下来转为提问环节 转为问答环节 表示进而接下来的意思 就是词字一点 词字一点这个意思 好 下一个词 剑道 这个词汉字写检讨 意思不是检讨 意思是讨论的意思 是名词或者他动词 表示讨论 比如说 その提案を 上司と検討する 关于那个提案呢 和上司做一番讨论 それはまだ検討の要求がある 这个问题 还有进一步商量的余地 就是表示 还不能那么明确的断定 还不能下结论 还有一个商量的这个余地 需要进一步商量 その問題を会議に出すかどうか 今検討中的 这个问题 是不是应该把它拿到会议上来讨论 现在还在商量中 现在还在这个讨论中 别の角度から問題を検討する 从另外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 就表示讨论 再一个词 来客 就是来客 来訪のお客さん 来访的客人 这个意思 密次三井 物産物产 農村野村 営業部 就是营业部 销售部 营业部的意思 実習生 实习生 再一个词 忧接室 叫应接室 会客室 也就是指的接待这个意思 忧接就是表示接待 比如说 忧接に いとまがないほど 志願者がいる 有很多很多的报名者 多的我们都来不及接待 无暇应接 次々と事件が起こって 忧接にいそがし 事件一个接一个的发生 我们处理起来 对付起来非常的忙 那么这个词 敬意词 当然就是我们刚刚说过的 那个词 叫做忧接 叫应对 或者叫接待 对不对 但是要注意 这个忧接通常是面对面的 如果是电话的 我们只能用忧接这个词 電話で忧接する 像这个时候 用电话来应对 这个时候我们就用忧接 不用忧接 也不用接待 还有就是表示 款待他人 招待他人 这个时候我们用接待 不用忧接 也不用忧接 比如说 呼吸両帝で客を接待する 在高级的日式餐馆里边 招待客人 就是我们用接待 不用忧接 也不用忧接 表示邀请招待的意思 那么这个忧接 就是如果在家里的话 就是表示忧接 或者客 就是我们讲这个叫客厅 家里叫客厅 如果公司里面 它就叫忧接 接待室 通常这样一个区分 比如说 来客を客間に通す 把客人领到客厅来 通す 让他通过家里的走廊 进入客厅 通す 把他领到客厅来 忧接まで客と会う 在家里的客厅和客人会面 お客様を忧接室に案内する 把客人带到等待室 接待室里去 好 再一个词 コス 这个词我们讲过了 这个词是 イク クル 主要做 比较多用于クル 来表示 它的一个尊敬的动词 那么也可以双重尊敬 オコシになる 不多讲了 下面是 カミザ 这个叫上座 カミザ 坐在上座上 カミザに座る カミザに座る 它的反应词叫下座 下座 下座 カミザ和下座 那么在 这个カミザ怎么确定的话呢 如果是会议室 或者饭馆里面这种 围着一个桌子 坐圆桌 这种圆桌场合 或者方桌 围着一个桌子 坐的这个场合下呢 离入口最远的位置 就是上座 就是这个カミザ 离入口最近的位置 是下座 下座 就这个意思 如果是在一个 这个长形的桌子 大家并排坐 并排坐 这个时候的话呢 那么如果有三个人的话 中间这个位置 就是カミザ 最好的位置 两旁这个位置呢 是シモザ 总之呢 就是让这个カミザ 比较远离这种 入口啊 这样一些位置 比较少的 受到打扰 那么就是カミザ 总体上是这样一个方针 在家里的话呢 比如说在客厅里边 那么这个时候离这个壁刊 トコロマ 离家里的这个壁刊 最近的位置 就是カミザ 那么相反的这个位置 就是シモザ 下座 对吧 那么如果我们给客人 泡茶的话 这个お茶を出す 对他们拿出这个茶 这个顺序呢 也是按照 按照セキジ 按照セキジ 按照座次 按照セキジの順番に 従ってお茶を出す 拿出茶的顺序 也按照座位的顺序 首先给这个上座的人 カミザ 下一个词 シネス 这个词叫 出事 展示 表示 相当于换给三个动词 叫 ミセル アラワス 或者サス 比如说 警察に身分証明書を示す 向警察出示身份证 学生に実例を示す 给学生拿出一些具体的实例 向他们展示一些实例 彼は私が言ったことに 興味を示す 他对于我说的话呢 表达出 展示出兴趣 彼はその案に難色を示した 他对于那个方案 面露南色 我们讲面露南色 表示对某件事情的一种 不愿意做啊 或者是做不了啊 这样一种意思 对吧 南色を示す カレンダーの丸をつけた日付を 指で示す 把这个日曆当中 用圈圈出来的这个日期呢 用手指指着这个日期 日付を示す 就是サスです 用手指出 カンダンケはレイカニドを示した 这个温度计呢 寒卵计呢 他表示出了 零下二度的这个温度 就是展示出这个温度 サス ミセル 这样一个意思 下一个词 ミツビシサンリン ショージ 商市 贸易公司 スミトモ住友 ナカモラ中村 つなぐ 这个是我们看一下 是一个他动词 表示 寄在什么什么地方 拴在什么什么地方 或者 石什么东西连接上 つなぐ 他的字动词呢 是つながる 什么东西 与什么东西连接起来 他动词是つなぐ 比如说 馬を機につなぐ 把马拴在树上 船を港につなぐ 把这个船呢 拴在港口 把他用绳子 系在港口 犬を川ひもで つないでおく 把这个狗 用这个皮绳子 用皮革的绳子 拴住 拴住 还有呢 表示十字连接 比如说 日本の糸をつなぐ 把两根这个线 连在一起 打结系在一起 手をつないで歩く 手牵着手走路 手拉着手 手牵着手 プラグを コンセントにつなぐと 電源が入る 把这个插头呢 使他与插座连接 把它连接到插座上的话呢 就会有电源了 就会有电了 電話を内線5番につないでください 请把这个电話 帮我转接到 连接到 内線的5号上面去 使之连接的意思 这个时候 是做他动词 使之连接 下一个词 セキを外す 叫离开座位 セキを外す 就是不在座位上 现在离开 比如说 山田はただいま セキを外しております 通常我们这样讲 对公司外的人说 我公司的山田呢 现在不在位置上 现在离开了座位 走开了 五分ほど セキを外していいですか 我可不可以 离开位置五分钟 上司と 二人きりで話したいから 少しだけ セキを外してもらえませんか 我想单独的 和领导和上司说两句 我能不能请你 稍微离开一下座位 稍微回避一下 离开一下座位 セキを外す 那么 外す本来是表示 使什么东西 拆开 将什么东西 使之分离 是意思 比如说 ザセキを取り外す 把座位给它拆掉 把这个位置给它拆掉 ホソを外す 把包装拆开 シートベルドを外す 把安全带给它解开 指輪を外す 把戒指摘下来 眼鏡を外す 把眼镜摘下来 它就是指使这种原来固定的东西解开固定 脱离 这个意思叫外す 那么外す 它除了表示固定这个东西 脱离 可以做抽象的意思 就是表示取消什么什么东西 使什么东西 从原定的计划 或者一些事项当中去掉 使它去掉 比如说 どうしても外せない予定がある日に 面接が設定されてしまいました 非常不巧的 面试的时间 日子 被设定在一个 我无论如何都不能取消的 有一个安排 不能取消的 那一天里面 外せない 这时候外す 就是表示 取消某件事情 抽象的意思 那么说上 这个席を外す 就是表示 离开座位 下一个词 予定 这个词是名词 也可以做动词 表示预定安排 一种预先的安排 比如说 今日は予定がある 今天我有安排 有事情要做 有安排 予定を立てる 制定安排 予定を変える 改变安排 会議は予定通り うまくいきました 会议 按照事先预定的 那个样子 进展得很顺利 来週の予定は何ですか 你下周的安排是怎样的 有什么事情要做 駅で彼と会う予定だ 计划和他在车站见面 今週一杯 予定が詰まっている 来週は 何も予定はない 本週 已经事情都安排得满满当当 没有任何的空闲了 但是下周 没有什么事情安排 下周很空 彼が来たのは 予定がいでした 他来 这件事情 是预料之外的 安排之外的 没有想到的事情 出産の予定日は いつですか 予产日 生孩子的予产日 是什么时候 予定日 下一个词 差し支かえ 这是名词 差し支かえ 就是表示 妨碍 不方便 就是要做名词 比如说 酒も タバコも 少しぐらいなら 差し支かえないでしょう 酒也好 酒也好 煙也好 如果是只是 吃一点点的话 那无妨的吧 不会有什么妨碍的 对我的身体 不会有什么妨碍的吧 差し支かえがなければ ご解約の理由を お聞かせください 如果没有什么妨碍的话 我想请您说一下 我想听一下 关于您解约的理由 彼は 最高のピアニストだ と言っても 差し支かえないでしょう 可以说 他是最高水平的 这个钢琴演奏家 这样说也无妨吧 即便这样说 也没有什么妨碍吧 这时候就是 差し支かえ 代表是妨碍 那么动词是 差し支かえる 差し支かえる 那么刚刚讲到 对什么东西有妨碍 用に 比如说 对身体有妨碍 抽烟 酒は体に差し支かえる 代表说 よく寝ないと 明日の仕事に 差し支かえます 如果不好好睡觉的话 恐怕会妨碍到 明天的工作 あの本がないと 勉強に差し支かえます 如果没有那本书的话 会妨碍到学习 このスキャンダルは 正心に差し支かえるだろう 这个丑文恐怕会妨碍到 它的声签 表示对什么东西有妨碍 用に 什么什么に 差し支かえる 下一个词 代替 这个词叫代替补偿 动词是代替 名词是代替 比如说 あなたの代替はいくらでもいます 作为你的代替 想要多少就有多少 随时可以找到人来代替你 あなたの代替はいくらでもいる お金は健康の代替にはならない 金钱是不能成为健康的代替的 金钱是不能买来健康 不能代替健康的 校長他生病了 我代替了他去了 あなたの先生の代替に 作为校长的代替 我去了 代替就是表示代替 还有一个用法 比如说 ごはんのおかわり 这个饭吃完了 再来一碗 おかわり表示 再添加一碗 再增加一碗 ごはんのおかわり 什么什么のおかわり 表示再来一份 表示添加补充 这个意思 おかわり 还有呢 这个词表示 一种补偿 就是一种等价交换的补偿 比如说 日本語を教えてあげましょう その代替英語を教えてください 我来教你日语吧 但是作为补偿呢 请教我英语 昼間遊ぶかわりに夜勉強する 在白天晚 那么作为补偿呢 晚上我学习 表示一种补偿 等价交换的意思 再来个词 受けたまわる 这个词是表示 聞く受ける的字迁语 表示听问或者接受 明白这个意思的字迁语 我们在十四课的第一讲 已经说过了 具体我们不再重复说了 再来个词 伝工 这个词叫代口信 稍个口信 把他的话传寄给他 叫代口 比如说 本人から あなたに行かない という代口がありました 他本人 要我带给你 告诉你 他不去 行かない お父さんに 代口を お願いできますか 我们打电话的时候说 能不能拜托你 传个口信 给你的父亲 把我的话 要说的话 告诉转告 给你的父亲 君によろしくと 彼から伝言を 我被他拜托 向你问好 留守番電話に 伝言を 残しました 我在他们家的留言电话里面 留下了我的口信 要说的话的内容 就叫伝言 还有个字叫 等功班 流言版 流言版 等功班 好 下个字 内线 不说了 三阳电器 西村 ドモ 这个ドモ 他说 这在第一人称下面 表示一种字迁 它其实主要是一个 附数的概念 也就是说 这个词 不能广泛使用 通常只有一个词 叫 我们 我们那词是 第一人称 附数概念的字迁 是我们这个词的 一个字迁语 叫 通常这样讲 下个词 新製品 新产品 不说了 开発 我们看一下 是名词或者他动词 比如说 新製品を開発する 开发新产品 資源を開発する 开发资源 未開発の原始林 未开发的原始森林 土地の開発が 自然破壊につながる 土地开发 必然会关联到 自然的破坏 就会有个词 先ほど 这是一个时间副词 是一个比较正式的词 表示刚才的意思 比如说 先ほどのニュース 刚才的新闻 そのことは 先ほど聞きました 那件事情 刚才我已经听到了 听说了 お客様が 先ほどから お待ちでございます 客人从刚才开始 就一直等着您了 先ほど 等于さっき 表示刚才的意思 比如说 ついさっき 話したばかりです 就在刚才 我刚刚说过 这个时候 口语中说词 就是さっき 那么书面语中 可以用さっきほど 或者 比较正式的用意 なの 用さっきほど 皆さん 練習待ち感ですよ ちょっと 練習しようね 我渐会 我渐会 你 没有 我渐会 很久 我渐会 你 没 我渐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みなさん、お疲れ様でした。またお会いしましょう。